大家注意看,把皮蛋放入大米里,用我的手给它抓碎 出锅就是一道广东人最爱喝的皮蛋瘦肉粥 早餐摊十块钱一份,咱们自己在家做,可以煮上一大锅 天冷的早上做上一大锅,一家人喝起来暖心又暖胃,营养又好喝 你要是学会了,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喝 首先,我们在碗中倒入半碗大米 倒入不要钱的自来水,把大米给它淘洗两遍,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热水 把大米浸泡十分钟 然后准备两个皮蛋,把皮蛋的壳给它敲碎 然后包去外皮 这时候大米已经泡好了,把大米和水直接倒入砂锅中 再把皮蛋放进来,用我的手给它抓碎 皮蛋捏碎之后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下面是重点,一定要倒入我家滚烫的开水 盖上盖子,开小火煮二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完之后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丝 一勺白色的食盐,一勺胡椒粉去腥 一勺料酒,玉米淀粉,一勺香油 用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入味 大米在煮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经常给它搅拌一下 防止粘锅 准备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小葱可以多来一点 喜欢吃青菜的,也可以再切点青菜 切完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拿出我家常备的鸡蛋灌饼,自带酱料和小刷子 不用解冻,直接上锅烙 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翻两次面,鸡蛋灌饼就会慢慢地鼓起来 戳一个小洞,灌上鸡蛋液 翻面把它煎熟就可以出锅了 刷上自带的酱料 放上生菜,火腿和黄瓜 自己想吃什么卷什么,做好之后和外面卖的一个味 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粥已经熬制得差不多了 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把腌好的肉丝放进来 用一双黑色的筷子,快速地把肉丝给它搅开 让肉丝均匀地受热,煮上两分钟把肉丝煮熟 最后把葱花加进来,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皮蛋瘦肉粥 吃起来咸香有味,汤浓味鲜,非常的好喝哦 就连我家挑食的孩子一次都喝了三大碗 再搭配上我们的鸡蛋灌饼 一份简单又好吃的早餐就做好了 食材简单,营养又丰富 全家老少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